这是贵州下冰雹的场景 时间2024年3月30日 地点贵州汇水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 发生在贵州汇水县一处儿童游乐场 恰逢周末 许多父母带着孩子来到这里 但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一场天灾也在慢慢酝酿中 当时六时 狂蜂夹杂着冰雹奇迹的阵子 来 住进来 赶了 来 来 三隻四隻 三隻四隻 六隻四隻 駕啦 幀崩小五隻 哇操,廣州就要撒冰包 不得了啊 不得了,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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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走 快走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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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 不得了 哪里 不得了 这太厚了 好大啊 太吓人了 对啊 刚才差点被砸到了 好多冰啊 跟全都比一下 四月一日下午 上海松江一工厂 突发爆炸性火灾 火势剧烈 起火地点 位于四砖南路 新红企业园的一家化工厂 周围几公里外 都能看到浓烟滚滚 伤亡情况不明 有些是 一家化工厂 大动物 小伙伴 ,大动物 、大动物 ,大动物 、大动物 ,大动物 ,大动物 啊 我看这条部分的电脑即可 在网上按这个器材 我去看到这条...... 你还能不ある 我还能在里面 我还能够 3月31日凌晨 江西省南昌市出现狂风暴雨 电闪雷鸣天气 一小区有三人被大风吹下楼身亡 大陆急目新闻报道 此次遇难中的三人 均居住在南昌市南昌县方胡路尾梦 清水湾小区内 临风相隔三栋的两户人家 其中一名60岁的女子住在11楼 睡觉时被狂风吹下11楼身亡 其夫分房睡躲过一劫 另一名女子及其孙子住在20楼 三人均在家中 玻璃被大风吹掉后坠楼身亡 临风相隔总共有21层楼 60岁遇难者万某居住在11楼 这是一套三室的房子 房子阳台上的玻璃全部被大风吹落 一间小房的落地窗玻璃也被大风吹落 房子内一个柜子被大风吹倒在地 万某的女儿万女士表示 3月30日晚 因为天气较热 父亲和母亲分别睡在两个小房间里 31日凌晨3点左右 父亲被屋外的大风惊醒 到他母亲的房间查看情况 却发现人不在房里 房间的窗户整个不见了 当时 他的父亲大声呼叫 但没有人回应 在床上摸了摸也没有找到人 而他母亲的手机 眼镜 拖鞋都在房里 被子也是暖和的 父亲赶紧去查看大门 发现是从屋内锁着的 确认他母亲应该没有出门 此时 万女士的父亲听到楼底下传来哭声 于是赶紧下楼查看情况 看到妻子躺在地上 已经没有生命体征 顿时悲痛不已 在旁边不远处 楼上另一户人家的祖孙俩 也被大风吹到地面 都不幸身亡 他们的家人在现场伤心哭泣 万女士推测 大风吹掉了阳台上的玻璃后 穿过客厅吹向母亲所睡的小房间 吹落了玻璃 并将母亲从床上吹到楼下 阳台的玻璃为什么这么容易就被大风吹掉呢 九楼同样位置的住户家 阳台的玻璃和防护栏也受损严重 万女士感到不解 住户徐先生住在万女士家楼上的二十楼 他表示 三十一日凌晨三点左右 大风把他家客厅和卧室的窗户都吹走了 正在睡觉的六十四岁母亲和十一岁儿子被吹下楼 不幸身亡 徐先生表示 当时他与妻子带着自己的小女儿睡在主卧 母亲则带着大儿子睡 事发时巨大的异响将他惊醒 他不顾客厅的狼藉第一时间查看家人的安全 但是母亲和儿子已不在房中 我妈跟我儿子睡的这个房间门没有了 窗子没有了 床就剩了个架子 上面的席梦斯没有了 事发后 徐先生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安顿好家人后拨打了110 待外面大风情况稳定下来后 下楼查看情况 看见了令他痛心的一幕 我妈当时就躺在这里 十一楼的住户就躺在垃圾桶边上 儿子就在电动车棚子这里 徐先生说 有知情人爆料 这是两家三口 居然两个家庭的窗户都被大风吹毁 这究竟是偶然还是安全工作不到位 质量有问题 3月28日 因拆迁维权酿出人命 湖南长沙市与花区高桥村上千村民 砸毁高桥派出所 该消息被当局全网封锁 砸派出所的现场片段难以传出来 大纪元记者4月1日 联系到林村大桥村的村民高峰 华明 他向记者透露 高桥村民维权已经持续很长时间 3月26日 一位村民在维权过程中 从楼上摔下死亡 具体地点不详 28日 当局调动大批警察抢尸体 引起民愤 上千村民冲杂派出所 据说当局怕事情闹大 当场决定给死者家属赔偿近百万元 高峰表示 此事件被当局全网封锁 村民砸派出所的现场片段没有传出来 他在网上也发布过视频 但是很快被删除 高桥村村民现在也都不敢发声 还有消息披露 一千多名村民冲击派出所 派出所被砸得一片狼藉 警察被打得头破血流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生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使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 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制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 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声的六倍多 是白声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